本老爹趕電玩 大家好 老爹知道 各位都希望老爹來抽孫悟空 各位觀眾 問題是 這個孫悟空到現在 都遲遲的沒有出來 應該是這樣子說 我們要抽一定是從我們的 月桂酒館這邊來抽 問題是 今天已經禮拜天了 老爹都準備好了 問題是 他到現在還是不讓我們抽 他到現在還沒有開放 所以老爹已經在那邊等 很準時等到8點 確定沒有出 老爹來拍這部影片 那麼 老爹帶各位來試試看這隻悟空 老爹目前也就那一張 各位觀眾 你們既然這麼想看孫悟空 我們就來試試看這隻孫悟空 究竟強不強 但是要抽的話 當然還是要等老爹的 這個占星屋更新才有辦法 好沒有問題 那麼 我們就來試一次孫悟空 老爹的孫悟空現在是324級了 324級了 然後呢 配了兩隻 兩隻輔助類型的 我們主要就是來測試我們的孫悟空 打我們的黨主席 各位觀眾 那麼紫色的而已喔 專武也沒有 看看能不能打贏我們的黨主席 各位觀眾 整打一個雙眼 這就是我們的奇天大勝 孫悟空 紫色卡牌只有一張 能不能把這個當主席給他幹掉喔各位觀眾啊 給他直接 直接把他幹掉喔各位觀眾啊 感覺是可以啦 我超好你賣個蛋啊 一張孫悟空就可以了喔 我覺得孫悟空老爹是非常喜歡喔 真的是非常的喜歡喔 問題是他媽的他不給我抽啊 我有什麼辦法啊 孫悟空快GG了 一個大招 一個大招 我們那個傷害力略顯不足 各位觀眾 傷害力略顯不足 這個孫悟空到處跑來跑去 說真的我都找不到他 他死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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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有辦法啊各位觀眾 他 這個等級還是太低啦 位階還是太低啦 各位觀眾啊喔 我們再改一下喔 我們改光盾好了各位觀眾 我們來保一下我們的這個孫悟空 然後再配一隻補血的 配一隻補血的 好就這樣 然後呢 隨便留兩隻給他當能量 好 這一次我們的孫悟空 應該是非常的兇悍 各位觀眾 其實老爹 老爹知道喔 這是孫悟空喔 專武要上來才能展現他的強犯喔 但是這真的是很想玩孫悟空 所以老爹就先用一張紫色的 紫色的 單紫的孫悟空 我們來試試看 哎呀呀完全不行啦各位觀眾啊 那真的是沒有辦法了喔 那看看禮拜一 禮拜一有沒有有沒有辦法抽這個孫悟空 只要可以抽 老爹一定馬上大爆抽我們的孫悟空 那麼我們第二巨蛋見 好 大家好 今天呢 老爹又要來大爆抽囉 又要來大爆抽囉 過來看一下 老爹有130張券 跟50張種族券 各位觀眾 然後呢 還有280顆這個靈魂石 好 沒有問題 各位觀眾啊 還不給老爹訂閱支持下去嗎 你們看一下 今天才1月初啊 這個月度禮包 還差27天19個小時後刷新 等於是才過了幾天而已喔 老爹的月禮包又拉光光了 各位觀眾啊 我的月禮包又長這個樣子了 又長這個樣子了 那麼呢 只要各位願意看 老爹就很願意除喔 包括日後 夾死 還有更好 更好玩的遊戲 老爹也會這樣子的去玩 因此 訂閱老爹下去吧 你喜歡看老爹抽卡 那麼你就訂閱下去吧 好 廢話不多說 那麼呢 我們馬上來抽卡 我們先來抽我們的 我們先來抽我們的種族券 各位觀眾 老爹的骨功喔 到現在還沒有五星喔 因此 老爹來抽這個亡靈軍團 好 沒問題 我們第一抽 給我 骨功 骨 骨功 骨功 給我骨功啊 有沒有骨功 有啊 各位觀眾啊 骨功啊 太好啦 一抽入魂啊 各位觀眾啊 我最近已經改名叫做文老歐啦 各位觀眾啊 再來 趁勝追擊喔 各位觀眾 趁勝追擊 剛剛是這個位置 沒有啊 沒有啊 骨功 給我骨功啊 舊功啊 你在哪兒 骨功 沒有啊 好沒問題 我們再來 骨功 骨功 骨你媽的功 功骨啊 骨頭的骨啊 弓箭的弓啊 骨頭的骨啊 骨功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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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功功功啊 超爽的啊 超合 這他媽的機率超瞎的 要什麼來什麼 再來一張 再來一張 好沒有 不過我們順利抽到兩張骨功啊 各位觀眾啊 這個豪運你敢信啊 骨功啊 再一張 再一張骨功 再一張 再一張 給不給啊你啊 再一張啊 不給啊 小氣鬼啊 喝兩水啊你啊 好沒問題 我們現在抽所有的英雄 各位觀眾 好 給我值就好 因為老爹重要的卡牌 都已經放這個 心願清單了 給我值卡 值卡 有啊 有值卡 各位觀眾啊 有啊 埃隆啊 你敢信啊 超好運的啊 各位觀眾啊 今天怎麼回事啊 各位觀眾啊 老爹今後啊 改名叫做文老歐啊 文老歐見過沒有啊 好 來張紙的吧 紙的 紙的啊 紙的給不給啊 沒有啊 好再來 給我一紙 一紙啊 一張紫色的啊 給不給啊你啊 還是不給啊 一直 哎呀呀沒有啊 我覺得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一般券喔 要中值卡的幾率 真的是有點低啊 常常都他媽的是保底的 各位觀眾啊 好 這張是保底的 各位觀眾 來張神魔吧 巴登啊你啊 我巴登好像沒有放心願清單吧 我都忘記了啊各位觀眾啊 我記得我好像沒有啊 再來 誰啊八十抽啊各位觀眾啊 給我紙的啊 紙葡萄的紙啊 葡萄的葡啊 葡萄的桃啊 紙葡萄啊你啊 沒有啊 再來 有啊各位觀眾 又一紙啦 又是巴登啊各位觀眾啊 這怎麼回事啊你啊 剛剛說種族券你不來 你現在瘋狂來啊你啊 好 現在七十張 這個巴登老爹不是很想練啊 說實在話啊 雖然我說 老爹有說每一隻角色都想要給他上神話 可是這個巴登喔 我實在看不出他能幹三小啊 各位觀眾啊他能幹三小啊 紙啊 紙啊 埃龍骨功都可以啊 埃龍啊骨功啊 埃龍 埃龍 神魔 雙直 女二魔都可以 哎呀呀波瑟盾啊 再來 埃龍 埃龍 雙直 天使 壁塊匠也可以啦 哎呀呀呀連壁塊匠都不給啊 好最後三十抽 給我紙的就好 紙的就好 紫色的紫,葡萄的葡 葡萄的桃 紫葡萄,紫色的 紫色的 不給啊 我剛剛文老歐,怎麼瞬間變成文老飛了 有啦,各位觀眾 紫卡 埃隆啊,太好啦,各位觀眾 我埃隆五星了沒有啊 我都不知道我埃隆幾星了,各位觀眾 好,最後20抽 紫 紫 紫 神魔 給我一隻雙子好了,我雙子想要五星啊 直接這樣子拼中神魔的機率好像非常低啊,各位觀眾 好,再來 最後10連抽 紫的 油啊 我操你媽個蛋 海底撈月,各位觀眾 這隻完全沒幹用啊,雷恩啊 我他媽的就不想要戳到你啊 兩隻啊,各位觀眾 不會再雷恩了嗎你啊 不要啊 雙子啊,各位觀眾啊 超瞎的啊 看到鬼了 三隻啊 我靠你媽個蛋 我都不敢相信我自己啊 三張紫卡,你敢信啊 還有一張雙子耶 超好運的啊,各位觀眾啊 超過癮的啊,各位觀眾 老爹很少這麼爽的啊 好,沒有問題 這個獎勵瘋狂的在跑啊 我們看一下有什麼獎勵喔 超多獎勵的,各位觀眾 好,沒有問題 再來呢 我們要一鍵進化 我們骨弓跟哀龍都可以上一個檔次喔 沒有問題 各位 我們骨弓上四星了,各位觀眾 老爹都已經除成這樣子 骨弓才四星喔 所以你啊,千萬不要亂吃卡牌啊 不然就會像老爹一樣這麼慘喔 都已經花成這樣了 才在那邊戳骨弓啊,各位觀眾啊 好,我們的木盾也可以五星了 還有埃隆 埃隆也可以四星了 完全沒有問題,各位觀眾 老爹已經不同 已經飛 已經飛昔日阿萌了 各位觀眾 好,還有什麼可以抽 好 老爹剛剛抽一隻雙子喔 再一隻雙子,我們的雙子就上四星了 來 雙子的雙 雙子的子 雙子 好,綠法師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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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我一次按到三張啊,靠腰 按錯啦,超你賣個蛋啊 好不過也不錯啦 也不錯啦 還行,還行 再來呢 我們來拼 骨弓好還是 還是埃隆好啊 好,我們先來拼埃隆好了 各位觀眾 埃隆的埃 埃隆的隆啊 埃隆啊 哎呀呀,這個羊肉爐啊 走來 各位觀眾 埃隆的埃 埃隆的隆 沒有問題啊 各位觀眾啊 講對字就一定中啊 我夠不夠啊 夠不夠啊 埃隆可以五星啊 各位觀眾啊 五星的埃隆見過沒有啊 就是這麼強悍啊 各位觀眾 五星的埃隆啊 好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埃隆拿下來了 不然他等一下又抽到啊 現在已經不要你了 埃隆 我已經不要你了 我死心厭舊 不好意思喔 我們放別的 再來 來抽我們的這個 骨弓啊 一天兩隻五星你敢吸 骨弓啊 哎呀呀,伊莎貝拉 好,再來 我們還有機會喔 各位觀眾 埃隆啊 埃隆的埃 埃隆的龍 埃隆啊 又是巴登啊 我操你嗎 這個巴登是怎麼回事啊 你整天來啊 我又沒有叫你啊 你啊 骨弓 又是巴登 各位觀眾啊 這太瞎幹了吧 這個是怎麼回事啊 哪來那麼多巴登啊 滿滿的巴登啊 這個你敢信啊 你他媽有種再給我一張巴登啊 我連三巴登啊 怎麼樣你啊 好,小次郎 哎呀呀 不過今天說真的啊 運氣還不錯啊 老天覺得這樣還 還行啊 可以接受啊 滿滿的巴登啊 各位觀眾啊 好,綠衣法師可以上一星喔 好,沒有問題 再來 巴登可以上神話了 各位觀眾 好吧,那既然已經快上神話了 我們之後就來練他喔 練就練啦 各位觀眾,練就練喔 好 今天感覺成長非常多 那麼 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 拜拜 記得訂閱啊 記得訂閱啊 想看老爹抽卡 你就定下去啊 有很多人問老爹喔 老爹到底都是在哪裡儲值的喔 買卡到底在哪裡儲值喔 好 老爹會把老爹這個儲值的這個網站喔 貼在這個老爹的這個粉絲群裡面喔 你看老爹影片下方的那個連結 也可以進入老爹的粉絲頁 然後呢老爹會在那個 會在這個最新的文章裡面 把這個買卡的這個儲值的方式喔 貼在老爹的粉絲頁裡面 那你點進來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些東西喔 那儲值的方式就是你先把你的那個 買卡 買卡裡面儲值金額 儲值金額好之後呢 去下載鑒於遠征的APK檔案 下載鑒於遠征的APK檔案 好 這個買卡版APK下載這個 然後下載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那個APK檔案的 鑒於遠征裡面 好然後買這個 買這個用這個 用這個會員的這個轉點喔 會員的轉點喔 把買卡的點數轉過去喔 那其實裡面寫的還蠻詳細的喔 裡面寫的還蠻詳細的喔 好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儲值遊戲啊 適量即可啊 各位觀眾啊 老爹啊 老爹是因為真的 真的是已經有 真的是娛樂的錢 這個都是老爹 預算之內的錢喔 那各位年輕朋友啊 我們玩遊戲啊 最主要求的是開心啊 千萬不要 不要 被這個遊戲給綁著 就是說 除了之後 然後自己搞得很 自己很痛苦 老爹曾經也經歷過這麼一段時間 就是真的已經沒有錢了 然後還是一直想要花錢打遊戲喔 這個年輕的時候都會這樣 那麼 奉勸各位年輕朋友 等到日後 你飛黃騰達的時候 我們再來瘋狂的儲值 那麼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 掰掰